开平碉楼源起于20世纪初 土匪猖獗 洪水泛滥 因此当地华侨建造了这种中西合并式的碉楼 功能上讲求坚固抗敌 外墙由红毛泥及德国钢筋砌成 屋角有突出的半圆形脚宝 用来观望四周状况 门窗以钢板建造十分厚实 墙边 屋角会看到长方形的孔洞 为躲击敌人的枪洞 除一楼外 每层楼皆有厨房 物地在于洪水来袭时 无断吹的困扰 是当时功能性最齐全的建筑设计 另一区为丽园景区 丽园为当时的大商人谢为力所有 建筑风格除了碉楼的功能外 更加华丽 如花藤亭屋顶以英国女皇皇冠概念所设计 大门前自着一条运壳 用以搬运建材及交通考量 逐渐大户人家的气派 今时今日造访此地 仍让现代人为之惊叹